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明镜连线 我是卓贤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中美贸易谈判的最新进展 本周二美国总统川普宣布 要对部分的中国商品关税延迟执行 那么许多观察者就立刻将此举理解成为 中美贸易战近来少有的降温的迹象 那么原定要从9月1日起 对中国剩余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的关税 那么这一次的延迟执行计划 会涉及其中的一般商品 并且将对他们的关税压后到12月15日实施 那么消息宣布之后 美股个指数也应声上涨 并且在同一天 中国商务部表示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会应约在未来的两周之内 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通话 那么川普也在周四的时候表示 他已经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安排好了一次的通话 两人会再讨论贸易问题 那么今天帮助我们分析中美贸易战最新进展的是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政治学博士 岳建勇博士 岳博士您好 您好 那我们就马上先从贸易战的最新进展谈起 刚才开头也讲到 川普政府最近就频频放出一些政策 比方说突然推迟关税 然后在早之前又突然追加关税 并且到了后来又最新的 在这周把一个中国的企业加到实体清单里面 那么一般的群众看着这么多政策变化 实在是很摸不住着头脑 不知道岳博士您是怎么看待最近这一连串的政策变化的呢 我觉得这个呢 就是说是美中双方在贸易战谈谈打打的过程当中 不断相互试探 不断调整策略 反复从事这么一过程 当然就美国现在对于中国方面呢 就是美国理解的中方言而无信 越来越失去耐心 那么美国人实际上从最早的 确实急于想全面打开中国市场 迫使中国全面屈服 也转向做好另一手准备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不行就跟中国硬脱钩 从方方面面进行脱钩 就是为酝酿 就像当年对于苏联那样 进行第二次或者说新的冷战 做好准备 所以这就反映出美国在关税问题上 一会儿就可能采取比较激进的动作 就是猛然就在完全出乎中方预料之外 猛然加上重税 另一方面来讲话 这个又表现着某种政策灵活性 那就是这个完全取决于中方自己如何回应 如果中方回应不能使得美方满意的话 那么美方也做好了 举中国谈判全面破裂的准备 那么就启动第二方案 那么就是跟中国准备彻底的翻脸 彻底决裂 这样的话呢 就是最近大家看到这个 所谓的就是要这个暂缓征税 这个日期 这个就是把它从血分推迟到这一份 这个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就是说美国确实要 川普政府确实要应对 现在这个即将到来的 就是美国新的选举 那么这个 在这个关口的话 这个川普当然他要尽量的迎合 国内这个利益集团的需要 尽量减少这个利益集团的损失 这样避免自己的政治上遭遇到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这就是表现说 他有跟中方有所妥协这么一种表现 同时呢 如果从第二个层面来看 他如果不惜 在最坏情况下跟中国脱钩 这样的话 他也要为美国的企业全面撤出中国 要应得一定的时间 这就是我的看法 那么现在双方谈判代表的是 打算在9月份的时候 再一次进行这个谈判 那么您觉得9月份这一次通话 会谈什么呢 会有一些突破性的进展吗 我觉得很难出现突破性进展 因为这个经过4月底那次 就是美国人认为 中国人在以前达成的105页的协议上 全面后退 这个认为那就是中方已经完全不可信了 所以这就有了后来2000亿的这么一个 25%的惩罚应关税 这个这样的话呢 这个美国人呢 就是我觉得是这个 他整个的谈判策略上 就是说这个 就是说已经做好准备 就是布希和中国要彻底闹翻 要彻底闹翻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 那么中方呢 实际上中间也经过几次反复 那么就是内部也经过激烈的辩论 就是说 究竟我们能不能够承受得起 跟美国全面翻盘 这个代价能不能承受得起 那么所以说我们从中方电视台的几次 那个就是很矛盾的信号当中 就能感觉到国内这种暗流涌动 这样对这个中国当局 中国决策部门来讲话牵扯是很大的 之所以有了后来第二次 这个就是在大阪峰会当中 中国又做出了某些很善意的举动 那么这个来讲的话呢 就很有可能是一种可能性 那么就中方同意回到刘鹤跟美国前十轮谈判 达成了105月协议 所以说呢 就是说尽管我们看到 就是人民日报 它连续出了十篇文章 就是十篇叫 叫可以修矣 这十篇那个文章呢 就是被人理解为所谓的 就像当年那个中苏论战一样 那么这次是对美国进行论战 但是实际上大家可能呢 就是说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 这一点 就是中方说来说去 没有提一个字 就是说虽然说可以修矣 虽然用的话很严重 但是从来没有说一个字 我们就是说不行 我们不怕跟美国彻底翻脸 我们已经做出的承诺 可以全面推翻 中方没有说一个字 那么实际上来讲的话呢 之所以能够回到谈判桌来呢 很大的可能性是中方通过私下的磋商 或者咱们说秘密外交途律 我认为秘密外交其他渠道 其实从来就没有中断了 通过这个私下磋商这个渠道 实际上呢像是向美国做出承诺 我们还是愿意回到105页协议 那么谈来谈去 最终实际上在一个问题上形成共识 那就是说什么 我们最后要谈判的着眼点 还是所谓的刘鹤三条 刘鹤三条就是说 提出了这个三点意见嘛 这个就是第一 就是说如果我们达成协议 美国立即取消全部关税 因为川普政府之前呢 是这个表示说 为了保证中方能够信守承诺 对吧 我们呢得有一段观察期 就是如果你中间出现 不守承诺的这种情况 美国立即施加惩罚性关税 而且中方还不得进行反报复 那么这条来讲的话 中方就是在从国格尊严 这方面是很难接受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采购的这个 到底多大金额 那么要跟实际情况相符合 我不能说说 你现在中间缺口多大 你就马上强迫我 叫采购 我如果国民意义 没有这么大需求的话 我怎么采购 这个 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就所谓的稳稳平衡 稳稳平衡呢 实际上就是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中方 要保全脸面的这么一个 一种说辞吧 所以最终呢 双方实际上 最终的争论的着眼点 就是能不能在刘鹤三条上 达成协议 之前中国所承诺的 开放市场的 这些做出的保证 中方没有说一个字反悔的话 没有说一个字反悔的话 那么可以讲 中美双方在主要问题上 其实已经达成协议 所以我认为呢 就是也许在年内 但这个时间不好说 因为还存在一系列的变量 因为中美谈判这个因素 还跟很复杂的双方国内政治 还有一些国际政治因素 要搅和在一块 为什么提这个事情呢 就是中间 我就是简单提一个事情 就是说 川普其实最早 在跟启动对华贸易战之前 曾经一再做过表示 那就是什么呢 如果中国在朝核问题上 全面配合 配合美国的话 美国可以在经贸问题上 放中国一马 实际上就是把两者挂钩了 但之后的发展 川普觉得很失望 他觉得中国不仅没有帮忙 他用一个词叫 中国是朝核问题背后的搅局者 他当然是观察什么呢 观察就是中国和朝鲜之间 进行三次的 很短时间进行三次首脑挥吻 就不知道之前谈成了什么东西 那么金开放就出现了态度反复 他就把这个呢 这种变化说成是 认为是中国是在给美国增加困难 解决朝核问题的困难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川普就被激怒了 他就这个就决定加大 对中国贸易经贸方面的压力 所以说之后未来还会不会出现 类似的变量 就导致美国认为中国的其他方面 暗中撤脱美国 结果导致美国呢 进一步抬高自己的价码 这都很难讲 但是从总体上讲的话呢 那么现在中国现在经济上实际上是很困难 那么尽快把中美关系稳定下来 这个呢也是成为现在中国决策部门 一个很重要的政治考量 既然说迄今未止中方没有从重大承诺做出的重大开放市场的程度上后退 从这点看 那么最终双方的争议只是集中的刘鹤三条上 这样的话呢 那么在未来时间 就是比方说在年内还有半年左右时间之内 双方在某种满意的条件 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条件之下 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那么刚才也提到这个周四的时候 川普是说他会约谈了习近平 会尽快的跟习近平做一个谈话 那么您觉得 川普是带着什么样的目的去约谈习近平的 他们这个谈话里面又会聊什么呢 这个东西其实很难猜测 因为之前的话 无论是从去年的阿根廷会晤 还是到今年的大阪峰会晤 那么川普得到的一系列的信号 是中国或者说从习主席个人的做出的表述来看 他觉得是受到一定鼓舞的 而且他认为这种中方做出的某些承诺是可信的 这就是导致他决定在有些方面要放宽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 中美现在某种全面对抗的这种大势 几乎已经形成一种格局 形成一种定势 这样的话 那么即便可以通话 甚至在比较的友好气氛之下进行某种沟通 但是这个丝毫不意味着川普会做出任何让步 他不会对中国做出任何让步 因为这个既是受国内政治牵扯 也是受现在整个大形势的推动 那么这样的话 中方自己的回旋域到底还有多大 那么在多大程度上或者多大可能性 还能够比如说赢得双方的相互性 这又是一个未知数 那我们接下来聊一下这个WTO 就是世界贸易组织 也是川普很喜欢提到的一个 在中美贸易战之中的关键角色 那么我之前也读过您专门的 关于WTO的这些文章也拜读过 那么想在这边问您一下 您觉得WTO在中美贸易战之中 是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首先世贸组织它是一个多边国际组织 规则的主要设立者是欧盟和美国 那么这个多边组织呢 吸纳中国的这个动机 并完全是利他主义的 而是说是通过把中国完全纳入资本主义 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系 这个是中国呢 这个按照规则办事 通过外交的方式 而不是通过一些非和平手段 来解决国际争端 这样的话呢就是通过一种和平方式 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国际秩序的一个合作者 而不是一个挑战者 但是呢就是说问题的另外一面 就是说美国在冷战以后 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 是什么呢 是博弈绝不允许任何新兴强国 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 这点是毫不含糊的 但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是在1992年当时被美国 纽约时报获得的这本美国国防务的文件 就是老布什总统当时下令制作这本文件 叫美国安全防卫指针 Defense guideline 这本文件非常重要 现在被世界的国际关系学界的广泛引用 那么就是说美国在后冷战时代 就所谓的单极式的unipolar moment 它的外交政策重点在什么地方 重点就是防止出现任何可与美国等量奇观的新兴全球性大国 叫global power 是个peer rival 来挑战美国 美国决定去这样的国家出现 因为苏联以前作为一个可替代的模式 或者可替代的选择 在冷战当中败给美国 那么之后能够构成对美国形成较大挑战的国家 在当时1992案件的时候呢 既不是这个已经衰落的衰落不堪的俄罗斯联邦 中国就更谈不上了 而恰恰是美国的坚定盟国 一个德国一个日本 这点其实跟意识形态是没有关系的 美国呢是一个现实主义国家 所谓的现实主义呢 在国际政治的这个基本解释当中呢 它是指的什么呢 是认为国际关系当中的主要行为体是国家 国家与国家之间是一种零和竞争的状态 那么美国要保持自己的这个领导地位的话 那么就绝对满许其他国家超越美国 这就形成了某种刚性的 叫修习底德陷阱的一种结构 那么这个来讲的话呢 这个国际关系学界对于美国外交政策 这一点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 从这意义上讲 那么中国的崛起和美国之间 最终要发生冲突 其实是一件非常难避免的事情 但是也不是 绝然不可避免 这当然是取决于有关国家 外交上怎么运用 比方说现在 这个就美国自己同时又 相信另一面 所谓的叫民主和平理论 这个理论来讲 实际上跟这个 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 这种看法又有一定的冲突 民主和平理论认为呢 就是说 国家与国家之间 如果都是民主政体那么他们之间就不会发生战争 这一看法其实只是基于某种经验看法 就是二战以后的经验看法 是不是完全从一个较长的历史的角度看 是不是符合实际呢 其实也不是 美国人是不是真的以为然呢 不尽然 但它确实构成了美国在当初经济上融合中国 然后足够影响中国的搜集方式 重新再塑中国的世界观 最终把中国变成一位 变成一个 搭乘国际体系的变车 最终捍卫这个国际体系 这样一个国家 但是从国际政治的 就是自由主义的 这个逻辑来 就是现实主义这个逻辑 对不起 是现实主义的逻辑 美国又绝不允许 新兴强国 来挑战它 这种绝对的霸主地位 从这一项讲的话 那么美国经济融合的目的 绝对不是为了 使得中国将来成为 它的强大的竞争 这点跟当时 美国在二战之后 通过马歇计划 扶植欧洲 是不一样 比如美国当时扶植欧洲 通过马歇计划 是主动促进欧洲的保护主义 欧盟是保护主义的产物 欧洲共同体 欧洲共同体 它是保护主义的产物 美国当时为了赢得冷战的胜利 是不惜 欧洲未来在经济上 成为它的强大敌人 成为它的强大竞争 美国是不惜付出这个代价 但是美国为什么不担心欧洲呢 并不竟然是因为欧洲 跟它的政治法律制度是一致的 而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美国在欧洲是有驻军的 欧洲也愿意 愿意和美国一起 大家都共同生活的大西洋框架之类 所以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叫John Aikenberry 是好像是约翰霍普京大学教授 他就讲得很清楚嘛 如果欧洲脱离的大西洋框架 那么美国对欧洲态度那就不一样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的话 那么美国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那就是说把中国纳入这个国际体系 中国可以取得相当的发展 但是这个国家是绝不允许成为美国的敌人 实际上这个来讲的话 跟中国在政治上一直形态上 未必有多大关系 这个我再补充讲一点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 那么在两战期间 尤其是一战以后 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已经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但是英国难道不知道这个东西吗 知道的非常清楚 但是美国当时总量 经济总量已经远远超过英国 并不意味着你取代英国就是一件顺理成当的事情 但是美国决议就是要取代英国 而英国也知道美国一定要会超越自己 而且英国也决不愿意美国来超越自己 为此双方之间 英美之间其实秘密的准备对对方的战争 这都是不争的事实 这一点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建议 就是可以多参与一些有关国际史方面 就是外交史方面 双方文献非常多 从这个意义上讲 那个中国崛起事项本身 它会遇到一个自然而然就会遇到一个天花板 但问题就是说在全球化时代 那么中国自己如果通过自己的发展模式的调整 实际上有可能会降低跟美国之间的冲突 降低就是招致美国 来自美国这种一种就是现实如鱼的本能 所产生的这种外务压力 通过就是现在比如说 通过某些精湛的外交 比方说通过和欧盟的合作 通过和日本之间实现某种战略和解 来赢得什么呢 就是世界迈向多极化 所产生的这种趋势 所导致的这种和平的机会 和平决起依然是可能的 那我们能回到这个中美贸易战的这个话题上面 跟WTO的联系 因为呢 其实非常多的学者都斥责说 这个中国不遵守WTO的协议 并且还说呢 其实中美贸易战的解决方式 就是中国开始遵循WTO的协议 说这样开始呢 一切都好解决了 不知道您是怎么看这种说法的呢 这种看法呢 我觉得现在有点 我觉得是有一点让人觉得是有点哭笑不得这种看法 怎么讲呢 就是说这种人云亦云众口一词这种说法呢 很大程度上 我觉得这是美国官方在塑造这个舆论场方面 是非常成功的 因为这个问题呢 其实牵涉到一些什么呢 需要具备一些专业知识 这个具备产业知识 具备贸易知识 国际经济法的知识 需要具备这样一些基本常识 那么谈论这个问题呢 才有对话的可能 那么这个 因为有些东西呢 谈起来似是而非 比如说美国人就把自己的贸易破平衡 就规矩于什么呢 比如说 一个是中国市场不开放 第二个中国对这个规则 就是有所藐视 这个尤其是什么呢 是认为中国关税程度过高 关税程度过高 导致这个美国产品呢 就是无法顺利进入中国市场 还有就是说 中国强制这个技术软让 等等等等 以至于就是说双方之间 就是商品和服务 这方面交流呢 就是严重不对称 就出现所谓的中国 利用了全球化股 这套规则 那么把美国给 就从美国里面获得的好处 比美国反向过获得的好处 要多得多 那么这里面就是有两个东西啊 就是这个 其实很难说得通的 第一个 那么这个 是不是中国降到零关税零壁垒 那么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 就贸易不平衡自然而然就消失呢 这个完全是不成立的 我们讲呢 就川普比如说 他经常举一个例子就是汽车 其实其实他只是 汽车有好多种 就是所谓的HS维码 就是好多类型种类什么的 他海关关税是 适用的关税税率是不一样的 那么他经常用的可能就是家用轿车 说中国是整25% 美国是5% 那么其实还有多种多样的其他种类 甚至美国有的关税比中国还是较高的 这点这不是我讲的 这个是中国这个方面公共的东西 这个都是有案可查的 用不着谁去扭曲 歪曲这个事情 对不对 那么今天一直一个产品一个品种 似乎是中国对所有美国产品 都加上25%的关税 那么美国的这个对中国只增5% 然后就是颜值早早就是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这个说法本身也是不对的 那么为什么就是说即便中国降到零 美国实际上对中国不平衡 贸易平衡这个局面仍然存在呢 因为实际上美国的贸易不平衡问题 像是在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结构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消费疾患方面都不一样 中国是一个投资这个主导型的 初步主导型的 美国是一个消费型的 消费这个占到主导地位的国家 而且美国更大问题是过度消费 美国如果不再这个抑制过度消费 这个削减政府赤字这方面多下功夫 就是根本上调整它的结构 多下努力 这也是美国方面所谓的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如果美国不在这个方面多下努力的话 那么就是美国的实际上的贸易赤字问题 根本解决不了 这个问题其实早在80年的时候 美国智库给美国官方报告 就说得一清二楚 甚至美国有的学者在国会作证 也是谈同样的道理 对不对 就是说美国你要保证自己经济的健康 你单纯靠家人关税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我们这里举一个反映 比如说美国动不动就指责 说你的关税都是因为别人高 我的低所以我吃亏了 那么我们看到呢就2017年的数字 2017年现在就是美国对德国 对日本 它的赤字水平贸易赤字水平都达到 几乎是历史最高水平 对日本是贸易率它637亿 对德国687亿美元 非常高的水平 而美国跟德国呢 或者就是因为德国是属于欧盟的 是适用于这个关税同盟 相当于关税同盟的这种水平 是一致的关税 那么德国的关税是1.6% 美国的平均适用关税水平 就是所谓的最后关税是1.61亿 两国基本差不多在同等水平 那么美国是1.61亿 日本的关税平均水平在1.35% 按照美国人的逻辑讲 那是美国人在占日本的便宜 那为何出现这么大的逆差呢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那么我们就讲 就是又回到刚才那个WTO的问题 WTO这次呢跟中美谈判呢 实际上这个表面上看关联不大 但确实有关联非常大 关联非常大实际上是什么呢 既跟中国有关 但是更多是跟美国有关 是指什么呢 那么就是说美国是要利用 跟中国的谈判呢 要塑造新的未来多边谈判的 这个经济制程 这个就是说 如果美国迫使中国在经济 就在这个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上 一个就是零关税零贝 向这个方向迈进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中国取消几乎全部的产业 产业政策工具 这就是对投资的限制 所谓投资对投资的限制 消灭中国绝大部分产业政策工具 使得中国无法再实践 按他说就是说国家资源主义那种手段 进行不公平竞争 如果美国实现了这个目的 美国就可以对整个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分化 因为中国既然已经接受这些条款 那么美国启动未来多边谈判的时候 中国在WTO就无法反对 那么这样就会削弱巴西印度这些国家的谈判地位 我先提前讲一点点 就是说比方在一个问题上 强制技术软让 强制技术软让我也看到很多嘉宾在这个问题上 几乎就不加思索 就是也在指责中国 我在这里讲不是为任何人辩护 而是说什么 从我自己所从事的专业 这个WTO由30个多边协议或者小多边协议组成 那么新疆入国家都要接受这些协议 那么这里边就有一个涉及 跟投资自由化最相关的 就是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 这里边就是说规定 比如说对外资不得提出国产化要求 不得提出这个贸易平衡要求 不得提出这个就是所谓的 就是所谓的销售比例的要求 这几个呢 中国如果加入协议 这个世贸协定 那么所有的规则必须全部接受 一旦接受 不能有任何例外 除了几个别中规 就小多边协议可以例外之外 对于多边性协议必须全面接受 那么这个恰恰是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 并没有排除一个主权国家 对外资强制技术软让的要求 换句话说就是说 强制技术软让是WQ规则所允许的 这点呢 我跟我在伦敦政治经济的同 这个发展学系的同事 专门做过非常明确的澄清 所以这点讲呢 就是说大家把这个问题呢 就规矩于中国 不接受违反WQ规则 这点讲其实是 这个 其实就是没有搞清楚吧 事情没有搞清楚吧 那么这里面所以说 我觉得大家在谈这个问题呢 其实有把两个问题给混淆 第一个 中国在入市谈判当中 因为它是为了加务这个协定呢 要跟世贸成员国 几乎美国家 从理论讲是美国家都需要谈判 去取得这些国家的同意 那实际上来说 真正谈判的就是37国 那37国最大的 最难谈的就是 欧盟和美国 最难当然是美国了 是因为美国在1999年 中美双边市场拨入谈判当中 对中国提出了 超出了世贸协定的额外的要求 其中最最关键就是 就是中国不得对外资提出这些软言要求 那么中国是接受这一条的 国内的学者的话呢 讲的比较隐晦 比如说这个余永定先生 他是中国社科院的学务委员 余永定先生呢 他就很含蓄的就说 承诺过度 其实就不能讲太明确了 指的就是这个东西 既然这样的话呢 按照WTO的这个最惠国原则 那就意味着什么 就所有WTO的成员 都可以享有对中国的单方面权利 对不对 就是中国比如说到任何其他国家 人家都可以对中国 就要求你交出技术 对吧 这是人家的主权 而且是某个人是允许的 那么反而就是说 对来自任何国家 到中国的投资 中国都不能对人家提出技术要求 否则人家就可以告你 但实际上这个跟WTO的规则是不是一回事呢 不是一回事这是属于中国的过渡承诺 过渡承诺不应该和WTO的规则划等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还有不少人呢就是将就是把这个把贸易顺差和这个 和这个贸易利润混为一谈 就是用一个词说赚了多少多少 仿佛中国呢自己本身做生意是没有成本的 实际上这个来讲的话呢 那么只要有一些对国际贸易有些基本了解的话 那中国为什么经常讲一概念叫换汇成本啊 那么就是你自己你也得花人民币来构进这个东西 然后再卖出去 那么温家宝讲得很清楚 在那个前几年到美国访问的时候 那么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啊 就出口利用的平均水平只有百分之三啊 高一点百分之五嘛 平均水平就是这个 如果啊真按照美国的要求 就是中国人民升值百分之二十 他用的说理就很重的话 那就意味着中国企业大批 大批的中国的企业要倒闭啊 他说中国社会将陷入新一轮动荡 话说的很重啊 哎 那么可以这么讲的话呢 中国呢从中美双边贸易当中 双方实际上是一个互利的关系 互利从什么意义上讲呢 中国通过这个贸易呢 确实获得大量外汇 尽管利润是几乎接近零 净利润几乎接近零啊 但是确实获得了出口盈余 出口盈余不是利润 对不对 那么这个由此呢 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 而美国呢 比如我们从苹果手机这些都看出 利润是非常高的 从中美贸易当中 尤其是通过这种这个 所谓的离岸采购 获得利润是非常惊人的 所以美国企业呢 就有更多的能力 进行一代又一代新产品的研发 我们都知道 如果企业没有利润 它研发的资金从何而来呢 这是我讲的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说 那么如果谈到某某国家 不遵守世贸规则 衡量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那么其实这里面有个最简单的 我们查一查 查一查WTO的 它的网站 写得清清楚楚 所有国家 谁也不会对谁客气 这个平台还是比较平等的 如果说觉得自己产品受到阻碍 是因为某些国家 对他们采取了违反 WTO规则的这些做法 那么都可以到世贸组织去告谈 好 那么我们这个 我是今天刚刚 就比我这个去年那篇文章 那么这个数字 做了一点更新 就刚刚查到最新数字 那么我们就以什么来衡量呢 谁违反世贸规则 谁又是做得比较好的 有一个衡量就是 大家把这个 涉案的国家 投诉到争端解决机制 就是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DSM 投诉到争端解决机制的 这个个案数 我们看到迄今为止 中国呢 去年是41例 那么现在是43例 好 三大国 日本15例 就迄今为止 被控告到WTO 争端解决机制15例 欧盟85例 美国 从去年138 上升到154例 我这里举个例子 就是为什么 就谁也不会对这客气 你看这里边 欧盟被投诉的案例当中 就有一例 就是台湾控告欧盟 就是说 对于来自台湾的信息技术产品 施加贸易障碍 所以中国43例 那么欧美日三大国 加起来254例 是中国的5.9倍 近乎6倍 那么其中欧盟 被投诉的个案数 是中国的1.98倍 几乎是两倍 美国是中国的3.58倍 我们再看看所谓的 第三世界国家 那么这金砖国家 经常讲说Rise of the rest 就非西方的崛起 主要指的金砖五国 金砖五国 被投诉到世贸 征端解决机制的 迄今位置 印度 赐于中国31例 巴西16例 俄罗斯9例 南非5例 五国加总104例 相对于西方的254例 西方是非西方 就是金砖国家的2.44倍 从这意义上讲 那么 谁 又是 世贸规则的最大破坏者呢 所以这个问题 本来就是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这个 那么这个 把这个有关问题呢 就是说 完全规则于 说是 中国不守规则 这个问题 其实是 不符合实际的 好 非常感谢 岳建勇博士 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博士 再见 谢谢 再见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 这一时段的明镜年线 那么关于中美贸易进展的 这个最新进展呢 我们会持续为您关注 我们在下期节目再见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 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 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 www.mingjinnews.com 推特 atmingjinnews 电视